应验 我也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彼得有讲说到了末日的时候 这个索多玛恶摩拉的这个所发生的 领受的那个神来的审判这件事情呢 会在末时的时候还要再一次 再一次对世人做见证 所以索多玛恶摩拉的废墟呢 已经被找到了 就在他住的地方的两个小 就在以色列的沙漠里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岩石的那个样子 其实呢这是整座城市的废墟啊 你现在看到那个这有点像金字塔形状的东西 或是塔状的东西 而且呢这个你可以对照那个古代的这些金字塔 或塔状的庙式的建筑呢 它的高度它的长度 它的那个角度 那现在马赛道呢 外面的这个沙漠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完全是人所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穿的就是复合沙漠的衣服 现在今天就要讲这个 创世记告诉我们说 从耶和华神的面前降下火跟硫磺火石下来 所以那个索多玛恶摩拉的废墟呢 这个是有几百万的这个所谓的硫磺火石在里面的 这是95.72%的纯硫磺 所以如果你把它点燃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一个那个紫色的那个火焰出来 而且有非常那个强烈的气体 即使四千年以后的今天你把点槽 它能够把你的那个车窗融化掉 你现在手上拿的 就是索多玛恶摩拉的火石 从四千年前从那个耶和华神面前降下来的 在希伯来文叫做Gothrit 那在英文呢叫做地狱的火 你现在闻闻看你的指头 所以呢地狱呢还没有被点燃 以前闻起来就是这个味道 你在船头请你小心一点 这每一颗呢 每一颗价值十八万六千美金啊 The reason it's worth so much I'm the only one who has any in the room I can charge whatever I want 因为你们都没有吃的 我会有所以我就可以高价出售 So there it is embedded in the ash 你现在看到中间的那个黄色的 黄色 就刚刚那个黄色就是硫磺 我在那里露营了一个礼拜 这个是那个狮子的脚 刚刚看到狮子的脚印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六尺长的狮子 然后我看到哇 这整只狮子的样子 我就知道太阳下山以后 我一定要躲在我的帐篷里面 你知道说因为那个泥龙布啊 会让那个狮子不会过来 奶龙 他希望如此啦 他的女儿拿的是M16自动步枪 因为他是海军陆战队出身的 所以他是完全全副武装准备好 所以圣经明明把告诉我 这是神公义的审判 要给整个世代看的 神并没有把这个火跟硫磺火石 全部降到地球上的每一个邪恶的城市 大家都看到我们的白宫啊 华盛陆战队 但是呢都没有被毁灭 但是呢这个审判的见证呢 一直存在 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 美国这个地方呢是从神所赐下来的人权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说没有创造主 没有神 我们美国现在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 然后你在这里 所以你需要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现在要把袖子卷起来开始大家要忙了 彼得也说在末世必有好计窍的人出来 然后这些人那个好计窍的人他们不是一般信徒 他们是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在负责服事的 他们会说主在来的应许在哪里呢 每一件事情都是一样啊 而且他是基督说这些人是故意要来忽视 他们忽略了 故意忽视说神既然在罗亚的世代行了审判 他必然在这个世代要行审判 关于这个审判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不清楚这件事情 主呢看千年如一日 一日如千年